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海綿哥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培養偶像明星的Idle Manager 偶像經理 像這種養成明星跟偶像的遊戲其實不是很多 我小時候有玩過那個明星志願一二 還有兩千跟三代我也都有玩 可惜明星志願4已經胎死腹中不會再有了 連Steam也都沒有復刻上架以前舊的作品 那我以前還玩過Sega Saturn的誕生S 它也是一款經營偶像團體的遊戲 雖然Idle Manager他是俄國公司製作的 不過遊戲背景是在日本經營偶像團體 像是AKB48那種類型的 跟我以前玩的偶像經營遊戲又有點不太一樣 那今天就讓我來告訴大家 它好不好玩吧 故事一開始我們到一個舊大樓 找一位叫不二的先生 那他是一個天使投資人 他投資了我們很多資金 讓我們開一個偶像經紀公司 接著到天使投資人之前 我們會先遇到一個看不見身影的人 他就是我們未來的對手 那遊戲剛開始系統會教你一些新手教學 我是建議不要關掉啦 因為如果你關掉的話可能是不太會玩的 沒有關掉新手教學的話 第一抽偶像一定會出一個白銀的偶像 沒錯他的偶像也是要用抽抽樂的 也就是說你花越多錢 就越容易抽到SSR的意思 就像你手遊一樣 不過抽到的角色長相 跟是不是SSR沒有關係喔 因為他的角色是用各種不同表情的長相 然後再加上一些不同的 髮型跟姿勢來組合合成 大多角色我都覺得是還蠻可愛的啦 還不錯這個畫風我還蠻喜歡的 遊戲現在也有支援Steam工作坊 那你可以抓到一些髮型服裝 還有完整的角色人物 嘿嘿嘿還有大家想要的黃色模組唷 遊戲的經營方面我自己是覺得蠻困難的 第一輪幾乎是肯定會破產 因為我們一開始沒有人氣也沒有什麼作品 街道的工作也都是很少錢的那一種 還要付房租還有一些工作人員的費用 還有明星也要錢啊 不管怎麼玩收支幾乎都是付的 不過大家別擔心 千史投資人會給我們第二次機會 但是也就只有那麼一次啦 公司呢要經營越來越好的話 我們需要一直點技能 那這些技能點呢就是由我們製作人 塑取家跟舞蹈老師來生產 喔忘了還有那個像秘書的部長 可以點的技能呢就是有像歌曲的類型 舞蹈的風格 還有廣播或電視節目的類型 也就是說這些員工通通都要養 所以前面才會說到很容易破產 就是這個原因啦 因為這些通通都不能外包 要全部自己做 這邊我又要抱怨一下 因為像是錄唱片啊 或是電視節目錄完以後 我們唯有什麼圖片 只有銷售量人氣 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像是明星之願E那樣子 會比較好 就是有一張圖片當背景 然後偶像擺個姿勢這樣子也好嘛 另外也只有唱片有一個銷售排行榜 你拍電視劇啊其他的都沒有什麼東西 明星之願E啊他的電影啊唱片 電視劇都會有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這樣子就有趣很多 這部分沒有做好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也可能是因為他內容都是隨機的 所以也不好套一些故事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比較無聊一點啦 遊戲中呢也沒有像 明星之願有一些保齡球遊戲 或是問答遊戲 來提升遊戲的樂趣 跟花的時間 雖然到最後我覺得 保齡球那些要打好久有點煩 不過像誕生S 我玩那個遊戲 他也有一些 偶像的活動 比如說運動會啊之類的 我覺得那個也蠻不錯的 除了偶像 我們的事務所還要一些其他員工 像是舞蹈老師 作曲家 還有化妝師 秘書還有醫生也有喔 這些工作人員呢 都有兩個屬性能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只蓋一間 就能有頂尖的老師 所有偶像的訓練 都要在我們自己的大樓訓練 沒有辦法像其他遊戲一樣 我們可以外出去上課 另外還可以開個咖啡廳 或是開一個小劇場 劇場呢能穩定的賺錢 我們的偶像咖啡廳 也有點像有女僕的那一種 不過是由我們的偶像來設計菜單的喔 但是呢 客人久了就會膩 所以要常常換 菜單的設計呢 我這邊就要抱怨一下了 圖片只有幾種而已 感覺很偷懶 這個遊戲呢 我覺得它主要是靠一些劇情 主線跟支線來提升遊戲的樂趣 我玩到的主線呢 共有三條線 也就是說 大概是有三種不同的結局吧 我也不知道啦 因為我其實也還沒破關 等著大家去發覺喔 三條主線 它進行到一定程度以後 它會問你 要不要進入這條線的結局 這時候另外兩條線就會不見 你沒有辦法繼續跑了 你就只能選擇那一條線 我們經營的是偶像團體嘛 那麼多女孩子一定會有一些小圈圈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霸凌事件啊 吵架的事件之類的 那身為經紀人的你 會稍微聽到風聲 不過 還是要看你要不要花時間去調查 然後協調這些分枕啦 不過話說回來 我的偶像團體 他們都 女女耶 我都沒有抓到他們有男朋友之類的 都是被記者派到我才知道 這時候我就不得不提了 我們也可以當他男朋友的喔 不過最多只有約會而已 看不到男人都想看到的畫面 不過這邊我終於可以稱讚了 跟偶像的約會過程呢 他塞了很多劇情喔 所以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會是匆匆帶過那一種 很無聊的 約會到一定程度 這時候不免俗的女孩子一定會問 你愛不愛我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喔 所以也就是說可以分手 但是天真如我 我最後選擇了結婚啊 但是為了偶像的生涯 所以我們一定要其中一個退出 我選擇讓我的偶像退出 然後就直接迎來了一個結局 好不容易結婚了 可是他卻說 他跟我生了兩個孩子 多年後就後悔了 然後離婚了 我們繼續遊戲 在這裡我就直接少了一個偶像 Super Idol 結局就這樣 我簡直覺得 WTF 我努力拐到了一個偶像 居然結局就只有這樣子 可是沒有色色的畫面就算了 然後還是這麼悲劇 我只想說 寫這個劇本的人 敢領養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結局啦 不然每個人玩到這種結局 一定都覺得很傻眼 至少我是這樣感覺啦 不知道你們會覺得是怎麼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雖然我前面抱怨還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玩的其實還算沉迷耶 雖然他缺點的確是蠻多的啦 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不過也許配合玩家的MODE 之後可能會更好玩也說不定 目前給我的感覺我大概會給他73分 這個遊戲的優點呢 在於偶像還蠻可愛的 而且很多種變化造型 支援MODE也不錯 遊戲經營的難度也有 主線跟支線的表現 我覺得也還可以 雖然遊戲某些事件 像是被記者偷拍到 什麼不該看到的事情 會有很多個選項 看起來是重複的 但是答案會不一樣 所以他不會像咒術師學院那種 完全重複的感覺 缺點就是 大部分內容還是以文字為主啦 有些其實可以用圖片 來讓遊戲更豐富的東西 他沒有做 排行榜也只有唱片 是真的有點單調 而且蠻不合理的欸 不過這款我是覺得 還是可以推薦給 喜歡模擬經營遊戲的玩家 雖然不到很棒 但也還算是不錯的加作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海綿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 或是幫我按個讚喔 謝謝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